今天有一個勁爆故事 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你好像很準備好了 我很尷尬,很害怕 很害怕,很害怕 怕是勁爆吧 你知道,說得不好就會懲罰你 這個就是我們會拿下 寫著懲罰,然後轉輪盤 輸了就要做上面的事 我聽誰想說 我們不如抽吧 我很刺激 很漂亮 很醜就醜了 是否內定 傻的黑箱,怎麼會告訴你 恭喜你 好,我要分享這個 我在溫哥華留學遇到一個女生的故事 她是一個韓國女生 好 我遇到她就像男女朋友般拍拖 但她四個月後就要離開 要離開溫哥華,要回韓國 但那時很開心,很甜蜜 每天都見面,每天都去旅遊玩 那裡玩 不好意思 我看到你… 旅遊玩,那裡玩 想起 好,但她差不多要離開時 我問她,其實你是否還在見其他男人 為甚麼我會這樣問呢 因為她很多事都不跟我坦白 我問她的事,很多事都不回答我 然後她就跟我坦白說 我問她,其實她有SP 對,然後我問她 其實你是否當我只SP 然後她無語 其實不正常 我覺得SP的關係是很不正常的 因為我覺得 為甚麼你會不感情聯繫到 但你身體上又在做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女生 她一有性情資訊 其實她感情也放進去 我覺得她一定有感情 其實她不想跟你一起 但因為你的性能力太強 可能你會性能力更好 對,你會很厲害 這樣也被你繞到,好嗎 如果很厲害的話 為甚麼要找另一個SP 甚麼 你撈亂了一點,你和我繞吧 我看一看 每個人的技術都不同 吃開山珍海味也想吃 夠了… 可能女生只剩下四個月就要離開 旅遊前就想嘗試了這麼多東西 好,誰是下一個 不如我抽吧,好嗎 說完就抽吧 好,你抽吧 Suzuka Suzuka… 不斷了 準備聽爆料 不,我們先準備拳頭 發生… 好,來吧… 當時我們是長距離的 我在香港,她在Factosa 但其實一直都很辛苦 因為長距離,尤其是有時間分別 一直在面對也很麻煩 然後一次吵架後 她就決定放棄她的學業 就直接回到香港 那時候很感動的位置 因為我們雙方家長也不允許 我們拍拖 所以她家人是剪掉所有資源 剪掉所有錢 對,沒有錢 然後她回來之後 一直都以為很穩定 她跟家人… 後來我們家人慢慢接受了 因為已經很長時間 其實反對原因是… 當時反對原因是… 因為… Pana是雙方人 我家區是女生 對方是女生 不是女生 你… 你… 我又很生氣 我一直都不說重點 你一直說 都不… Fusuku 不要緊… 我習慣了,繼續 然後… 誰知道,厲害了 突然有一天… 我想第三年開始 我都… 我以為是一個很幸福、很穩定的關係 有一天回到家發現 打開門 她的東西全部撿走了 很難… 撿走了 不是,她所有的東西都沒有了 只剩下我的東西和七隻貓 我自己是一個女生 我那時候讀書 然後我沒有能力 去照顧七隻貓 我也沒有能力 去靠自己交租 那半年後 就發現原來她在美國找了一間學校 然後帶了一位女生 一起去那間學校讀書 我每次都在想 如果我在美國見到這個人 我應該會掌握她 掌握她幾巴 很生氣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不懂 她處理這一段感情 因為我覺得分開得太突然 我覺得這件事 但這個挺不正常的 我已經上頭 突然不想打她 想抱抱她 我覺得很慘… 如果我是你,我真的…